很多人问做笔记是纸质还是电子的吗 然后我上学期你看这里还有那个就是高数的笔记 基本上都是用iPad上做的 上学期也没有其他的什么课特别要做笔记的 然后就这样 然后这学期还是笔记方面的话还是回归纸质的这种 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像课本啊什么的 我都会放在这个iPad里面可以看这样 还有就是PPT也放在iPad里面 找这么一个软件尤其是iPadOS还有iOS13更新了之后 就是它苹果有自己的那个文件系统嘛 那个还蛮方便的我觉得 就可以放在这里 比如说PPT啊课本 主要就是这一些 然后有时候应该有一些转子电子板我也直接就放进去看了 就是这样 就其实最近有想出一个计划就是再更新一起iPad的视频 主要是因为更新iPadOS系统之后的一些变化吧 比如说我最近下车完全可以连鼠标自己工作了 然后所以我还特地去配了它那个原装的那个smart keyboard 就是因为我觉得搭配起来会有一些的便利嘛 其实这期视频我觉得对我来对稿子要求挺大的 我就一直有点不知道怎么从稿子上下手 有这么一个规划吧 应该会出这一次视频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等一点 因为现在iPad是用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力工具吧 之前看别人的视频就是有说 不谈专业和工作的就讲生产力工具就是耍流氓嘛 就是我觉得从我个人的实际情况然后去思考并且我觉得 会有蛮大用分适合这种工作方式 用这个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的 就是等我把稿子写出来 然后录视频录出来吧 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学期 有一个专业学习课码 我上了ACCAA的F3 这个课本特别厚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 这次的书呢是拿去打印店去切的 切得可整齐了 比我之前自己切的那几份整齐多了 然后现在我要把前面的几张打个孔吧 大概打孔打到第七张第八张的样子 放在我自己的文件夹里 然后打孔自己还是之前视频就出现的 然后放的火叶夹呢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八孔的上面丝口下个丝口这样的夹子 我之前已经放了我这个课本 看我第一张就是没有裁好 然后打孔打都是一半的孔没法用 我太难了 一会把这个收起来 然后我因为这个课本特别厚嘛 然后我一会准备把用完的这个质量放到这个夹子里 这个是博裕的一个八孔 是上面五孔下面三孔 我现在里面都放的是我看来系的高书笔记 反正现在不用学高书 我一把这个笔记拿出来收拾好 把它换成我的课本就行了 那开始吧 那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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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